像电路板上面的这些积电器比较常见 但是呢它坏的也是比较多的 先看一下这几种积电器是最常见的 积电器它坏了以后呢 一般是很容易测量它的好坏 也很容易判断出它的好坏 但是呢有的一些情况呢是比较复杂 一般它坏了以后分为四种情况 前三种呢是很容易判断 然后呢第四种情况就有点复杂了 有的情况呢用弯表也测量不出来 先看一下这个积电器呢 就是我昨天修冰箱的时候 从一个电路板上面拆来的 这个就是个坏的 用弯表有的时候呢是测量不出来的 现在呢咱们把它给拆开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样的话就比较直观一些 在拆的过程中因为太暴力了 把上面的线圈被我拆断了 然后呢我又拆了一个好的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比一下这两个 看着外观不一样 但是它的结构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线圈 然后呢两个触点 这个呢也是一样 一个线圈两个触点 现在呢咱们把这个小的 因为这是个好的是吧 咱们给它先通上个垫 来看一下它怎么工作的 上面四个针角 然后呢两个粗的是它的两个触点 然后这两个细的是启动线圈 在启动线圈上给它接个12伏的电 先看一下初点 现在不通电的状态 这个初点呢是分离开的 当它通上电以后 直接就吸上去了 断电分开 上电吸合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坏的积电器 这个呢看一下上面的标注 这显示的是12VDC 这是个12V的积电器 当给它的控制角 这个线圈 电磁线圈 给它12V的电以后啊 它就会吸合上面的这个金属铁片 当吸合了它以后呢 你看直接吸合之后 然后呢它就 推动这个塑料片 往前移动 移动以后 然后呢这两个 接触点就接触到一块了 然后呢这两个引脚就可以导通了 当它断电了以后呢 然后这个金属片就分开 分开之后呢 这个接触点呢也就分开 这样呢就断电了 这是它的工作原理 它坏了以后呢 有四种情况 先说一下第一种 第一种呢就是 当给它12V的电的时候 听不到积电器 有吸合的声音 像这种情况呢 一般都是它内部的这个线圈 开路引起的 烧断了 或者开路了 引起的它不工作 这个时候呢 当然也听不到积电器 有吸合的声音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积电器 有吸合的声音 然后呢就是 这两个引脚 它并不导通 像这种情况呢 一般呢都是 上面的这个金属接触点 氧化引起的 然后就是第三种 给它通上电的时候呢 也听不到积电器 有吸合的声音 但是呢 用弯表来测量 它是导通的 还有就是把它断了电以后呢 这两个引脚 还是导通的 像这种情况 一般呢都是它内部 这个接触点 粘连在一起了 就这个情况 始终是断路的状态 粘连在一起了 无论给它电 不给它电 它始终都是相连接的 像前面这三种情况呢 用弯表都是可以测量的 然后再说一下第四种 第四种情况呢 就是给它通上电以后呢 也听不到积电器 有吸合的声音 但是呢 它两个脚 它是导通的 当给它断了电以后呢 这两个脚 还是导通的 有的时候呢 这样轻轻磕两下之后 反而它又好了 时好时坏 像这种情况呢 就是寄电器 它的内部啊 有问题了 它这个有可能是这个弹片 给它顶上去之后 它没有回味 有时候给它震动一下之后 它又回味了 像这种情况 时好时坏的 也是它坏掉了 像这四种情况呢 直接把它寄电器换掉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呢